一个已经死亡25年的人 怎么可能到银行去办理银行卡 以及申请贷款呢 难以置信 你敢相信吗 4岁女孩在1998年离世 25年后被银行告上法庭 银行表示欠下139万的贷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上期视频咱们说到 一个名叫陈某的4岁女童 在去世多年后 竟然被莫名其妙的告上了法庭 说她欠下了139万元的巨额债务 于是法院决定传唤被告 并由执行员罗助理送拿船票 然而让罗助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这个陈某的身份信息 在系统中根本查不到 按理说现在信息化这么发达 哪怕是刚出生的婴儿 都能有完整的电子档案 怎么会查无此人呢 罗助理接连换了好几台电脑 反复查询 甚至求助技术人员 但始终微收获 于是他决定彻查此案 最终在民警的协助下 他发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 当然了 想要了解这一精彩内容的全部过程 欢迎大家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观看更多上级精彩内容 现在咱们接着往下看 原来这位欠债的陈某 早在1998年就因病去世了 享年只有四岁 可是他的户籍信息竟然保留至今 让诈骗犯有机可乘 民警随即成立了专案组 对这起离奇的身份盗用案展开供查 他们调取了陈某身份最后活跃的银行监控录像 发现一位生计可疑的女子频繁出现 进出银行时 神情总是很慌张 刻意遮掩面部 根据女子的体貌特征 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二 原来陈二是陈某的堂姐 她的父亲也就是陈某的二伯 在外甥女夭折后竟然隐瞒死去 没有注销户口 所以多年来骗取了各种救助资金 2014年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户籍信息时 为了掩盖陈某死而不将的事实 陈二的父亲竟然让女儿 冒名顶替办了身份证 从此 陈二就拥有了堂妹的第二种身份 并利用这一身份 大肆进行违法活动 贷款 购房 投资 无所不为 仿佛就是在为自己的罪行划压 但是最终给民警留下了确凿的证据 调查还发现 陈二与一个炒房团伙密切关联 该团伙的头目周某 利用陈二的影子身份 怂恿她利用堂妹的名义 大举贷款 并且承诺 事后之后 给予丰厚的好处费 甚至许诺贷款 不用还这样的甜头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贪图一夜暴富的陈二 欣然同意 彻底坠入了犯罪的泥潭 在民警的缜密侦查下 陈二等四名嫌犯相继落网 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公认不讳 最终因为帮助他人逃避债务等罪名 被提起公诉 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而139万元的欠款 法院裁定主要由陈二个人承担 他虽是受人胁迫 但却是难辞其咎 银行方面虽然审核把关不严 但毕竟也是受害者 不应该独自承担全部损失 这起案件虽然不是新发生的 但是却值得我们警示 作为个人 我们要提高信息安全意识 时刻绷紧防范之嫌 防守好自己的数字生命 如果发现身份信息被盗用 要及时报案 避免扩大损失 那么你对这起身份盗用案 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